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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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侍郎左右 为他出谋划策 功居第一 朕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 也不知道怎么还你公道 朕正在思量 朕如果没有吴松 今日辅佐镇的 会不会是你方幕僚啊 皇上 当年草民年少弃盛 就算没有吴松 在下若高中 很有可能 吴松现在的下场 就是我的下场 徐侍郎帮您诸厨的 就是在下 所以我想 人间事有因果报应啊 现在我站在皇上面前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方木了 你不要谦虚 也不用客气 你有什么请求 现下 我只想赶快回到全郊 照顾眼王的妻子 别无他求 负其情深 让人羡慕 方木了 你就早日回全郊 见见妻子 但是路途遥远 甚是费时 也不要错过相事 更不要错过下次会事 朕很期待 在电视里见到你 皇上 方林一定不负皇命 起来吧 徐侍郎 臣听命 你不是想说 你没有要求吧 臣有所求 如今 吴松已经判决多事了 还希望皇上能言之必行 力斩吴松 以正国法 你们都退下吧 朕还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徐侍郎谈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徐侍郎 你别得寸进耻 借到杀人 从来都是吴松的伎俩 你别想在朕的面前得逞 皇上 你参吴松六宗罪 有五宗有据属实 但他通敌内宗 则是污蔑 你不要以为朕不知道 请皇上恕罪 起来吧 谢皇上 吴松虽然罪大恶极 但没有反朕之心 先没收他的家产 贬为庶人 已经足够了 让他终生行旗 已是生不如死 你不要学以前那些权臣 一定要杀敌斩草除根 那样的话 所有人都会怪朕无情的 臣遵旨 皇上命臣放股无松 那臣也希望皇上 能为郭将军平反 你还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吗 皇上 郭将军也是终列良奖 准奏 谢皇上 你为朕做了那么多事情 牺牲那么大 听说你夫人 也为这个事情昏睡不醒 你可真的是一无所求吗 皇上 闻说宫中藏着一颗 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天香豆蔻 臣斗胆求皇上赏赐 况且如今皇上金口已开 你为臣猜想皇上不会反悔吧 徐侍郎啊 不是朕不想帮你 当年先皇亲征时 身负重伤 权赖天香豆蔻 保住了性命 臣明白了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若想要其他封赏 再告诉朕吧 朕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你愿意为朕付出更多吗 受更大的委屈吗 臣愿意 那就好 先下内阁缺了一人 就由你补上吧 就凭你搬到吴松这份功绩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反对 谢主隆恩 将来你能否成为内阁首府 就要看你自己了 徐爱卿 你 行了 我来 来 来了 来了 来 怎么样 皇上怎么处理吴松 皇上舍不得杀吴松 把他便为庶民 没收了所有家产 不过 孤云将军得以平反 如此一来也够他受的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看也就这样吧 没错 他未必彼此好受 这个我知道 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对赵晴和杨师伯 还有马大人 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那皇上怎么靠上你 这位有功之臣啊 他让我入阁办事 那真是可喜可贺啊 你看 又大功告成 又冤屈平反 那不得大肆地庆祝一番啊 赵晴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终于搬到了吴松 虽然杀不了他 但他的势力已经瓦解了 家破人亡 只能靠刑起度过余生 至于黄昌云 他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赵晴 你可以安息了 赵晴 赵晴临行之间 他跟我说 他想要吴松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破人亡 才能让他死 如今我们总算是 还了他的心愿了 在扳倒吴松之后 不知道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啊 匡扶朝政 让一切回到正轨 你看 我们国家那么大 会有把事情做完的那一天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了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 能够有一段时间的闲暇 回家好好陪陪香香 你放心好了 有礼神医在 香香姑娘绝对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吧 慢点 柴大人 快到了吗 快到了 小心 慢点慢点 方先生和徐大人 都在前面 要不我替你把方先生交过来 不不不 先别叫他们 我想悄悄地走过去 给他们一个惊喜 好 说到香香 你对黄昌云装疯卖傻 装得倒挺狠的 眼巴巴看着香香被人弄瞎 你还能装得下去啊 那我能怎么样啊 我要是不装 我们全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 你呀 现在也别想再做波乱反正 国泰民安的千秋大梦了 无论如何 你得给香香一个交代 交代 如何交代 难道 我还要骗她说是李神医 帮我治好了封病 那你真的不打算把真相告诉她了 与其以后夫妻之间 心里永远有一根刺 倒不如骗她一辈子 怎么不过去啊 柴大人 我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 请你扶我回家 好 李神医 大人回来了 李神医 方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是 吏部的徐大人 上次我们相遇 你剩下半条命都不到 今日见你生龙活虎 真是可喜可贺呀 好 一直没有机会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真的要谢谢你的庙寿灰春啊 来 快请坐 请 来 徐大人 搬倒了当朝最大的奸臣 医好了朝廷的病 这就是对老夫最大的道谢 李神医突然来京 难道是我夫人的眼疾 有所反复了吗 正好相反 尊夫人双目受伤 十日尚浅 再加上老夫我手上的草药 齐备有趁手 她的病啊 比想象当中还早痊愈了 我刚刚医好她 她就嚷着说 要到京城来让你高兴一下 正好老夫啊 也想来探望一下徐大人 怎么了 她没事先给你捎个信吗 想象来了吗 她人在哪里啊 她一到啊 就向你的辽术打听 说你和徐大人上山去拜祭母军 便匆匆离去了 你们没遇见吗 方先生 方夫人给你的信 她人呢 她把仙交给在下之后 便自离去 夫君 我们经历了许多变故才能成亲 你这个色书上 我警告你啊 不要让我再瞧见你 否则的话 自套口是 你看 怎么样 这是我的名字 胡香香 写得对吗 咱们孤男寡女 共处私塾有点不太方便 更何况会影响 香香姑娘的名声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不怕 不是 你不怕我怕呀 你可不要后悔 你看什么 先生 你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男人 这是哭血啊 我要把你的耳朵给扭下来 不是耳朵好烫 是下面好烫啊 方黎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很差 说到底 你就是根本不想见到我 你心里还有那个 汤姆虚荣的女人对不对 我 这是我欠你的心 我千万不要让 不相干的人看啊 我知道了 你看 你能陪我吃个饭吗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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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喝醉了 良情若是酒肠食 又气在朝朝暮暮 我 我想坦白地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 其实你是一个好人 跟我一开始认识的方黎一模一样 我写着信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就可以娶我了 你 以为可以永结同心 可是又经历了更多变果之后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 我不认识的方黎 只要你能平安健康 你要我多温柔 多体贴 我都愿意 都愿意 行行行 你说的啊 等产出无松之后 我们会全交生活 到时候 我要为你生个孩子 替方家延续香火 太难吃了 这是什么呀 相公 我不会放弃你的 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治好 就算你一辈子真的这样了 我也会一直留在你的身边 我不会离开你的 黄昌云 你要干什么 我就把这药粉啊 轻轻地往他脸上一撒 好 这么漂亮的眼睛 从此以后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再也看不到你了 可真是让人心疼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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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你对我的武器 对我的欺骗 两者我都不能接受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香香 写好了吗 请 您 请 请 请 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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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我 这是今天的网民事与众簸 身一致 伤心难意啊 这下老夫也帮不上忙了 黎神医 我听皇上说 宫里的天香豆蔻 已经给先皇服用了 那 灵药再珍贵 也珍贵不过性命 这是人之常情吗 只是之前听您说过 还有一颗是在民间吗 江湖上珠般荒诞不经地流传 老夫也实地遍寻过 不见踪影 我想 他已经给有缘人服用了 那岂不是 新兰会永远这般沉睡下去 大人且慢 这一包是天香豆蔻的种子 也是老夫此行的目的 有种子 新兰有救了 我可以重新种出来 大人 且慢高兴 如果真要种得出天香豆蔻 这一包啊 便不会是种子了 我竟然没想到 据古籍记载 天香豆蔻 不能受日光照射 也不能以水浇灌 除此之外便无下闻 老夫啊 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君无效啊 例如啊 酒 醋 油 尿 等等一切办法 老夫都已经试过了 都未成功 先下老夫就把这些种子 交给徐大人 如果天意能让你和新兰姑娘相遇 也许大人你能想出种出天香豆蔻的办法 这也是老夫最大的心意了 希望上天能怜悯我和新兰 让我可以把这个天香豆蔻种出来 好救得了新兰 记得除咒的官邸 也有这么一个院子 你今天这个院子要大很多 是啊 景物变了 人依旧 其实呢 人 何尝不是在变 我已经通过了停推 明天开始 我叫静如内阁了 那真是恭喜你啊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大展拳脚 匡复天下了 你不打算继续帮我了 我 到时候文武百官都是你的幕僚了 你还用我干什么呀 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会说要我考试吧 这 又从这个香室到会室 幸运一点呢 考个殿试 然后做个小官 不要不要 那你就可以继续当我的幕僚了 不好吗 行行行 算了吧 我这一生啊 因为考试 考出无数个货来 现在呢 我一听到这考试两个字啊 我心里边就觉得郁闷 你又不是个劫父 你啊 肯定守不了寡的 说不着那天 读到大学 然后又想起一个梦子 你便心仰难熬了 到了那天再说吧 此时此刻呀 我只想到香香 就算找遍大江南北 我也要跟他再续前缘 这我能理解 说不准我真找到他了 我倒想考试了 搞不好到时 你已经年进花甲了 花甲又怎么样 大不了就让人家说 方林补法修 考到五十九 这个小桑 industry 只能在你怀仲 里面之中 你还在这一盲 你能说呢 他这一种改变了 拿 zap 有什么 对 你 把这种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底还是没能种出来 醒来 到底你要怎样才敢出来 你要怎样才敢 告诉我 醒来 醒来 不过怎么样 我一定要救你 我一定要将这天香都口种出来 醒来 我回来了 我已经把天香都口种出来了 你很快就可以醒了 赶紧吃了 不是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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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方先生今天要回楚州吗 对呀 我们约好了 他也该来了 你娘说的呀 你要听话 他是为你好 爹说的你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了 爹 娘 你们放心吧 方先生 您来了 小翠啊 您还好吗 多亏了杨老板 我小翠才有此其身之地 小翠 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呀 也是互相帮助嘛 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快叫方先生 方先生好 都这么大了 都别站着了 赶快坐吧 对对对 我去准备饭菜 方先生 您小点乖 请 怎么样 最近生意好吗 得到皇上的恩准 让我涉猎米叶和盐叶 今年我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了 但是这家客栈在全国呀 已有十六家了 你呀 这生意做得真是好啊 比你爹当年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先生 时来运转而已嘛 这生意之道还就得边学边做 真是不错呀 真不错 对了 那赵俊最近怎么样了 赵俊常年镇守边关 不过我们一直有书线的来往 对了 他已经成家立世了 这小子 这么好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 先生 您常年在外 居无定所地去找师母 他如何告诉您啊 是 是 反正我听到 你们都挺好的消息啊 我这心里也宽慰多了 饭来了 请吃饭吧 好 来 玉儿 辛苦你了 先生 还是没有师母的消息吗 我走遍大江南北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知道他生我的气 打算这辈子不再见我了 先生 您可千万不能灰心啊 俗话说 皇天不负有心人 只要京城所至 今时啊 一定为你而开啊 锦生啊 你就不用拿我教你那些话 来安慰我了 你们先别说了 方先生也该饿了 让方先生吃饭吧 对对对 来 好香啊 好香啊 好吃吗 好吃 真是好吃 这个味道似曾相识啊 我记得香香在的时候 也经常给我做这个 这才是家的味道 既然先生这么喜欢这个味道 这样吧 玉儿 你把我们新请的厨子 介绍给先生认识一下吧 不必了 那我请教 来来 先生 您吃 不必了吧 您吃吧 您吃吧 先生 我们的厨子来了 我说的没错吧 皇天不负有心人 既然做足了准备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看你 晓晓 你打算一直站在这儿 不说话呀 不说话呀 你知道我找你很久了吗 知道 你的眼睛医好了 那是因为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才把眼睛治好的 这就好 这就好 你还生我的气吗 我要是还生你气的话 今天你还能够见到我吗 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其实 我早就原谅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我想找你啊 谁想到你那么笨 你跑遍 你跑遍来大江南北的去找我 我 我根本 我这几天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啊 我还能在哪儿啊 我根本一直就是在楚州吗 可是 我去找你爹 他说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啊 他说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啊 你不是很聪明吗 怎么爹说了一句话 你就那么容易相信啊 晓晓 你知道吗 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给你写信 到了一个地方就给你写信 我一直在等你的信 我一直在等你的信 可你就是不给我回 你真是个笨蛋 你忘了我不会写字了 我跟你成亲都这么久了 我都不会写字 所以啊 这都是你的错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以后 你别离开我了 我慢慢地叫你 我都给你补偿回来 好不好 好 那我有个条件 你说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我都尽力而为 我呢 当够了事业夫人了 我要更上一层楼 我要做一个赵院夫人 不是 那我还得考啊 对啊 如果你考不中赚业的话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不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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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换一个吗 不行 来来来 看下 看下 放马来 来 来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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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高中了 我高中了 爷爷爷 是 你们俩果人高中了 娘 一如约定 我们俩共同进退 踏日一路高升 只是天子跟前啊 您高中之实啊 是不是 你看看你看看 有没有名字 下边 你看看 看我 看你啊 有 你也找我啊 是吗 对 人兄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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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兄 日后我们兄弟俩 一定要勤振为民 好 是要做到忠于皇上辅佐朝野 为民谋服 刚正为官 刘凤百事 我们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家人和父老乡亲啊 对对对 老先生 看完榜就走吧 别挡着我看榜啊 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可考呀 刚出过的报告 金子 走走走 金子 快走快走 给我一个吧 给我一个金子 烦死了 给我一个金子吧 我是吴宋啊 我是朝廷守府 我给你当官 给我个金子 给我一个金子 快走快走 给一个 走走走 我有金子了 我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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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 我的金子 我 我是我 我的金子 你们 但我的金子 昨天我 我的目净 也快胆了 antim 你 就輯 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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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金子 我让你当官 我让你当大官 好不好 你是当守府 还是当大将军 好不好 用不用 金子 金子 你不要 傻瓜 傻瓜 你是个大傻瓜 我要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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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 可不可以让一条路出来啊 让路未尝不可 可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第一 线下就到我家吃一顿饭 二 内子这十年才学会烧饭做菜 你不得在你那文明侠儿的游记中 批评她的手艺 三 在我府上没住上十天半个月 便不许离开 我说信蓝姑娘 既然你都已经醒过来了 你就该好好地整治一下你的夫君 怎么二十多年了 她还是这副德行啊 方先生 所谓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连你当年都治不了她 我驾鸡随机就更治不了她了 星科近史的名单已经呈上来了 我便知道 今日此地能与你相逢 如果我荆轲落榜 自然免不了要去你家 打秋风向你讨路费 你我一样重逢 相公 郭姑娘 徐大人 找你半天了 你上哪儿去了 你早上没吃饭嘛 我就跑去给你买包子了 我跑了三条街才买到的 看来啊 香香嫂子 已经原谅方先生了 原谅呢 是原谅了 不过我说过 如果呢 她没有中状元 我当不了状元夫人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再理她 那看来 你真的这一辈子 都不能原谅她了 没中啊 真是的 那你中不了状元 那我岂不是真的要 一辈子不理你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那我怎么办呢 行了行了 算了算了 就算你真的没中状元 我也不会真的 一辈子不理你嘛 我胡香香 也不是那么无情无义的女人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别逗她了 中了 状元夫人哪 你是当不了了 当个近视夫人 行了吧 太好了 都好都好 你这个死老头子 你这个死老头子 你不是说以后不会再骗我吗 怎么又骗我 好了 香香别骂了 先回我家吧 我现在做菜可好吃了 而且也好久没吃你 烤的猪肉串了呢 郭姑娘 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啊 吃什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天香豆蔻呗 天香豆蔻还有这样的效果 那郭姑娘还有没有了 这个你得问我相公了 自从我遇见你 自从我遇见你 才明白思念如影 什么样的风景 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 像只两颗心 也不愿再任性 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 我不再怀疑 只想和你 携手天地 我爱你 缘分是天注地 原来和缘去 只要你一句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今生又相遇 今生又相遇 明天都好 从好 allegedly 表现就你的数字 缘分是天注定 聚散和分离 指引你一句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此生这心 感谢观看